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去玩的话也差不多就是该回家的时候了啦 那所以呢这个周末很显然的还蛮适合这个出去走走走村的啊 好那这个天气状况的话呢最主要是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 所以呢这个气温稍微的回升很舒服 大概只有呢迎风面的东半部的零星地区 还有北部的山区啊会有一些呢零星的短暂阵雨 此外的话呢全台湾都是多云道晴的一个天气状况 阳光对了露脸啊 所以呢像是北台湾部分呃就是其实 比起南部来说当然这个天气比较不好一点点啊 今天都已经一开始啊一早就已经难得太阳公公露脸了 好那中南部的话呢更不用说了啊 这中南部的呃状况这两天其实都还蛮热的啊 这个家人朋友住在南部呃穿短袖的真的还蛮多的啊 好那这个呃所以呢在北部部分的话呢 大概这几天的天气呢会到23 24度左右 那南台湾部分的话呢平均大概是25到28度左右啊 啊那再热一点的话可能会要接近30度了 好所以呢是有点像春天啊 这个早春的天气情形好蛮舒服的 但是呢因为天气呢突然之间的回暖了 开始有些春天呢会回潮返潮的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啊 所以呢有些地方的话呢容易有雾啊 所以呢今天的气象局特别提醒在新竹跟云嘉南的部的地区啊 已经会观测到一些能见度不佳的状况啊 所以呢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要稍微的小心 尤其如果这几天要出门去玩行经山路啦等等啊 一定要特别小心开车好 所以呢大家这来说这是有关于呢 这几天天气呢蛮舒服的情形啊 但是要特别注意在礼拜天呢收假的下午大概天气的状况呢 就会开始有封面报道 那这个封面的话呢 短短的一直到礼拜一呢就结束了 OK好 所以呢这是让那个好天气在今天呢提供给大家 但是呢天气好空气通常就不太好 好所以呢今天的部分啊 云嘉南跟高平地区都是橘色提醒了 那甚至呢高平地区的短时间可能会到红色警戒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有关于 今天天气的部分呢提供给大家好 真的是还蛮舒服的 看到阳光露脸就觉得心情是很开心的 好那但是接下来的话呢 疫情要稍微的注意哦 那这个疫情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呃过完年啊有那种一天两个的 一天二十个的哦都还算好 但昨天的话呢一下子飙到了一天三十七个啊 对台湾来说了算是呢比较多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包括了极其的不明感染源的 我想这次比较大家呃担忧的包括新北的板桥 包括高雄的一个家庭 在昨天又出现另外一个呢是屏东的家庭啊 可以到呢呃上班的地点那所以他就跨线式的带动了担心啊 这个群聚的扩散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在昨天比较受到关注的了啊 那详细的状况我们待会再来进一步的说好那呃 这个部分就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本来我们的谈到说呢 面对全球啊这个极变的疫情看起来还在一个相对的高原期啊 但是呢大部分的欧美国家的话呢都是决定跟呃疫病共处的啊 那对台湾来说也要做好这个准备 但是呢这一两天的情形可能要再观察个一个礼拜左右 好那在今天的话呢全球是两百三十一万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死亡人数呢稍微降一点点啊 这个来到了九九千多本来是连续两三天都是破万的啊 不过呢现在全球呢已经来到了四亿多人呢 呃这个单日新呃就总共啊totally感染了啊 那呃我们先前曾经替大家观察过呃等于是第一次突破一亿人啊 就这一次这两三年来的染疫是在去年的一月份 那到了八月份的时候的话呢啊突破了两亿人等于是花了接近半年多一点的时间的话呢 而增加了一亿人但是呢从去年八月多到呃这个两亿突破到三亿是今年的一月九号就已经突破三亿了 所以呢更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大概五个月啊五这个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五六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啊 那呃但今天的话呢更快了呃因为欧美股才速度太快了啊 这个所以呢大概就是整整一周年一周月吧就是一月九号呃是三亿大概二月九号就已经是四亿了啊 所以呢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一个月就突破一亿人增加一亿人呢单日新增感染好 所以目前的全球来到了四亿多人呢新增感染然后呢快要接近六百万人死亡啊 我想这个数字嗯也就是呃目前看起来这真的是蛮吓人的了啊 但是希望它看起来是一个趋缓的情形 ok好那在今天的两百三十一万人当中一样的啊这个有五个国家还是破十万的啊 那德国俄罗斯巴西法国跟美国啊跟昨天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土耳其稍微低了一点点法国稍微高了一点点好 那这个当中的话呢依旧的啊是德国连续好几天啊 都是全世界呢单日新增确诊的最高的国家 那美国呢反而呢掉到了这个二三四名左右啊啊 那但是我们很快的也还是呢 从美洲来开始看起 ok啊在今天的话呢美国啊这个单日新增的话呢是12万多人的单日新增感染 1700多个人呢单日新增死亡啊 所以对美国来说呃或许现在看起来啊稍微的有趋缓的趋势 所以不少的州也开始呢解除了口罩令 但是就全球呢累积到现在染疫的状况 美国还是啊这个各宗巧鼠是全球第一名啊 他大概八千多万人啊目前累计感染 那大概接近要快要到一百万人了 这个累计死亡都目前看起来还是全球最高了啊 但是现在目前他们有趋缓的啊这样这个呃趋势 这是他们现在目前啊开始采取一些比较松绑的策略的原因 好美国是12万那墨西哥呢 2万4加拿大9千多那巴西的话呢 也还是啊这个南美中的这一波突然之间呢又增加了啊 超越了先前的阿根廷 他现在15万人呢单日新增感染 那距离人3万啊阿根廷的2万啊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来啊来自于南美洲啊这个北美跟南美好 那在欧洲部分欧洲的话呢今天持续的扩散啊 扩散的意思就是说呢更多的国家呢是破万的啊 呃昨天21个国家今天23个国家了 那这个当中的话呢 嗯就不要一一去讲大他了啊 那比较呃严重的地方的话呢 那三个国家呢是破10万 德国24万啊 所以德国二十几万呢啊 那这法国19万法啊 这个德国19 不好意思啊 俄罗斯19万 法国15万 所以这三个国家呢是破10万 那另外的话呢 荷兰8万多 意大利7万多 西班牙跟丹麦啊 丹麦是呢这个BA2啊 这个比较盛行的地方 他是破5万 那另外的话呢 呃波兰乌克兰跟这个奥地利等等呢 大概都是三四万左右 另外的话呢 就一堆啊都是一万两万的啊 所以整个的欧洲呢 在今天比起前一天来看 是有比较更更加的扩散一点啊 所以人数啊也这个雷就是确诊的人数 也增加了一些来到了两啊 一百二十五万人啊 二十三个国家破万一百二十五万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那呃这个德国的状况的话呢 他大概就是在这几天累计的啊 这个真的是比较多 都是二十几万的状况底下 像他们呢呃整个确诊的人数 已经累计破千万了啊 那但是这个破千万比起啊 美国拉住先前累计比较多的 还是少屋见大屋了啊 这个目前英国法国 大概平均三个里面 又已经有一个人染疫了 那美国的话呢 大概平均每四个人当中 已经有一个人染疫了 但是德国的话呢 是来自于比较呃 觉得担心的下来 觉得他快啊 他很快 他在上个礼拜 而且不过呢平均七天呢 是单日新增呃 这个一万人染疫 就是上个礼拜的累计七天的状况 那这个礼拜的呃过去七天 就已经平均到十万了 好所以等于他短短的一个礼拜当中 加一个零啊 暴增的状况非常的严峻啊 但是呃 德国也就是像我们过去这几天讲到的 跟英国啊 丹麦啊啊 这些啊 增加的呃 这个国家一样啊 他在增加的同时 其实都给你预算出这一波可能的染疫最高峰了 所以呢德国就告诉大家说呢 目前看起来只有二十几万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最高峰的话呢 很可能在二月中下旬出现 会到平均每一天四十万啊 等于现在给大家打预防针啊 但是如果四十万过去了 没有更加的扩张的话呢 到了二月底三月初 他们一样打算的要放宽防疫措施 好所以呢 就是呃 德国的政府啊 跟大家就是说 他们呃 有点去推算出在科学的依据当中的一个染疫的路径啊 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疫情可能会往往哪里走 那如果是往这里走 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期的话 那么他们就用一个比较相对宽松的方式呢 来应用疫情 但如果说超乎预期 那可能就要开始紧缩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的话呢 至少有个model在 像韩国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昨天特别讲到了 他们已经告诉大家说呢 现在啊 这个平均四五万啊 这个小case接下来 预估告诉你二月底 可能是到十七万十八万 如果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采取一些 只保护高风险 高龄者 跟这个脆弱族群 包括小孩子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就打算把这个医疗资源 防疫措施 给这个转转转移 重新再去做配置啊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会让大家觉得 心里面比较有个底啦 那对台湾来说 台湾通常就见招 猜招 猜招 所以每一天问他说 大概接下来怎么样 他都告诉你说 啊 眼前这个样子 接下来再说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标准 告诉你一个我们的模型 跑出来可能的预估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会那心态上 面对目前全球进入这个新阶段 台湾什么时候进入新阶段 哪种标准底下进入新阶段 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一个依循啊 我觉得这个 这是防疫中心应该要做到的事情啊 那因为比起别人来说 这个十万二十万 我们是十几二十几啊 这个但是我们搞得大家也很紧张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要要要有更多的 这个科学的推算啊 跟大家去要让大家去了解啊 这个共同面对这个很可能全球 要开始出现若干啊 这个防疫的转变而做好呢 不管是心理上的 跟一些防疫措施上的 跟一些医疗资源上的 包括一些民生经济上的 一些准备才好了啊 OK好 所以呢这边讲到的是欧洲啊 因为欧洲目前看起来 还在这个高原期 态度上面已经很不一样了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澳洲澳洲今天是两万五 那纽约是三百多 亚洲啊这个呀回到亚洲 亚洲的话呢今天没有破十万的国家 是因为土耳其降下来了 降到九万多 但是日本也还九万多啊 所以日本目前还有点居高不下啊 那所以呢 土耳其跟日本都是九万多 印度五万五 呃 南韩在今天的飙到了五万五万多了 五万四啊 前两天都是四万多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南韩啊 但他们也打算要跟某个穷度的病毒共存 好回到蓝圈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亚洲的状况啊 这个日本跟韩国啊 这个不但是居高不下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都还是有点往上走啊 那日本是下来一点点 就又又再往上啊 所以呢今天是九万啊 南韩的话呢是五万四 那另外的话呢 像印尼四万多 伊朗三万多 以色列三万多 呃 越南 乔治亚 约旦两万多 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一万多 所以呢这个亚洲呢 也有十三个国家呢 是破万的啊 那香港的话呢 稍微从一千多连续两天啊 这个降到了九百多 也还是蛮多的了 所以呢目前呢 这个香港正在 呃 就越来越多啊 这个声音啊 所以用更激进的方式来进行掌控啊 因为呢 这个他们的北京中央要求啊 这个要清零 好那呃 这个生活当中的不方便性越来越高 那中国大陆反倒好 好啊 今天的话呢 在内地呢 大概是29个人呢 确诊啊 所以相对来说啊 这个似乎呢 本来啊 这个在北京冬奥期间有点担心的 这部分的话呢 有点控制下来啊 那反倒是台湾啊 台湾在昨天的话呢 83个人确诊啊 比起中国来多多一些 中间的话呢 37个人啊 是本土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37个人的话呢 比较受关注的啊 是一些不明感染源 跟跨县市的这个家庭群聚 好所以呢 这个跨县市的家庭群聚等于要再观察至少一个礼拜啊 看他有没有往外扩散 这个部分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社区感染是比较值得担心的 那扣掉这个三个呃 不明感染跟这个家庭群聚的话呢 呃 几个比较主要的是亚序啦 这个亚序的话呢 呃 因转阳啊 就有11个 那这个因转阳 11个呃 这个部分的话呢 比较跟先前陈志东讲的不一样的啊 这个陈志东本来讲说 呃 因转阳可能是因为呢 因为他就在呃 匡列的当中 他说比较不担心啊 那问题是怎么匡列这么久之后才转阳 所以他本来是说呢啊 可能是呃 潜伏期病毒量不够啊 所以查不到 但是呢显然的昨天王毕胜到了现场去看之后 检疫所出问题啊 他担心检疫所出问题是在检疫所感染的 意思说你进去的时候匡列没感染 进去匡列之后呢 反而感染了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呃 昨天尽数的清空了啊 这个亚序的检疫所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呢 真的是不应该犯的错误啊 因为先前的防疫旅馆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 那检疫所的话呢 现在匡列这么多 隔离这么多啊 那如果呢 好好的人进去出来 养疫 这实在是很糟糕啊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相关的一些SOP 跟呢一些标准 我都定的很清楚 那执行到很很严格才行啦 那否则的话呢 这个现在真的是 像这个亚序啊 这个就是十一个 都是在隔离期间运转羊 那另外的话呢 是嘉莲疫啊 他是新北的嘉莲疫 那他们的话呢 是目前正在爆发啊 所以昨天发现羊的时候一塞啊 十五个 ok好所以呢 那这十五个 显然的啊 也必须要去匡列隔离啊 其他的人可能也啊 要这个隔离 希望不要再出现啊 这种隔离期间好端端的人呢啊 这个突然间染疫的状况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是属于呃 这个几个一支的啊 这个啊 群聚但是目前呢 在匡列隔离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状况啊 大概来说这是台湾目前的情形 好那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 就这几个部分都需要稍微的观察啊 那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跨县市啊 所以呢 一个礼拜的观察时间点 那今天的话呢 是啊 国中小学开学 那所以担心呢 这些啊 有些没打疫苗的啦 等等啊 所以目前高雄市啊 因为呢 他这个有一个家庭群聚嘛 而且是不明感染员 所以呢 昨天高雄市临时啊 就宣布 呃等于是整个的国中小延后上学啊 一个礼拜吧 就到十四号啦 啊等于是预防性停课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应该保护所谓的脆弱族群 而就没有打疫苗的族群 那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包括双北跟他 台中桃园也宣布 如果校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确诊 就十四天啊 这个通通呢 就呃 不到校啊 改成了线上上课 大概是将这个原则 好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其他的标准跟原则 我觉得也应该再清晰一点啊 这个台湾怎么样的因应啊 目前全球疫情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啊 这个转捩点 我觉得这个部分啊 就防疫的转捩点 并不是疫情啊 那疫情也算是啦 就到了某个饱和或是群聚的一个群体免疫的一个状况了 那应该要做些尽早的清晰的政策的准备 好 所以呢 这是跟疫情相关的讯息提供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周末啊 这个即将到来啊 要看看这个欧美股市也蛮重要这个状况 就是啊 这个昨天大跌大跌的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物价通膨看起来真的是 嗯 还没有到顶啊 那虽然美国说即将到顶了 但是但是到底是不是那OK啊 昨天的美国的相关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这个公布了 那超乎原本的预期原本预期呢是百分之七点二 结果呢是七点五 哇这个这个状况一出来之后啊 这个包括联准会的一些官员 鹰派的升息的言论越来越高 因为他们认为呃升息 然后呢提早的这个宽松退场 是一个让物价降下来的方式之一啦 啊 那所以一些鹰派言论出来之后导致啊 这个欧美股市呢 哇啊这个下沙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呢 道琼均指数下跌了526.47点 收在35,241.59点 跌幅是1.47% 那萨指数下跌下跌304.73点 收在14,185.64点 跌幅是2.1% S&P500呢下跌1.81% 那废权半导体呢跌幅更深啊 这个3.22% 这是美国股市呢 通通都是下沙的 那欧洲股市的话呢 呃这个在时序上面来说 因为他们先开盘嘛 所以呢比较没有受到美国这个数字的影响那么多了 但是法国股市呢也下跌 跌了百分之0.41 那另外呢 德国小涨了百分之0.05 德国呢涨了百分 英国涨了百分之0.38 好所以我们刚讲到美国啊 这个等于是在欧洲开盘之后 公布的这个相关的数字啊 他这个消费者的物价就是创下40年来的最高记录啊 呃我们刚讲到了百分之7.5啊 那是是1982.2月以来的新高 那如果扣掉扣掉呢 这个所谓的核心物价包括食品啊能源啊这些核心物价也比啊这个去年同期呢 呃涨了百分之6等于多了百分之6也比啊这个1982年也来呢也是一个新高 所以都是40年来的新高 就不管你加不加呃食品跟能源 因为目前我们感受到的呃物价最最最最直接会先标的 而且呢我们啊这个生活当中感受会比较深的就是所谓的核心物价就是所谓的食品啊就吃的跟交通啊就是用电啊包括交通啊这个能源的部分啊但是呢不论是哪一个都是啊这个美国呢40年来的 所以呢这个状况一出来之后啊这个联准会的呃这些呃官员们嘛比方说这个圣路易联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他就说他觉得呢这个通膨必须要有更大的反应比方说要升级100个基点 好回到蓝薰时间啊什么刚刚讲到了这个美国啊这个嗯股市大跌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一月份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的狂飙啊这个 矿创下呢40年来的最高记录啊那也因此的话呢相关联准会啊呃对于现在即将到来的呃这个三月份的利率会议呃是不是啊可能就很快的啊这个升息而且升息的幅度呢会超出预期就开始呢出现了一些更激进的言论啊对市场来说叫做激进啊那我们刚讲到说呢这位呢呃布拉德 那他的说法是说呢在7月1号以前的就是前半年他就认为呢要升100个基点100个基点就1%啊所以呢这个呃升幅市上是还蛮大的那呃一般的市场的预期啊他们这边有一个是预测工具是FedWatch啊那他们的预测是说呢下个月啊可能就会升息两码来到呢92.8% 那花旗的一些推估啊也认为说呢联总会会在三月份升息50个基点啊但是呢很显然的啊这个布拉德他认为等于是三月份啊升息50个基点的话很可能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啊还要再升息50个基点 总而言之啊目前的话呢呃各式不同的预测都有但是呢都往啊比较积极的方向去升息去退场呢来做预测啊所以呢这些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整个的市场而收到蛮 蛮明显的灌压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啊拜登的话呢在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是他昨天的时间嘛啊在一个场合当中啊他也特别的强调了啊呃就是说呢他现在要用啊他用声明的方式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个数字啊出来了物价指数码非常的高那他的民调也下滑啊这个跌的还蛮蛮凶的这CNN啊这个最新的调查 CNN的调查里面呢说百分之五十八的民众啊不满意呢拜登的表现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的表达肯定那这份民调呢在CNN去年十二月也就是才两个月的时间啊当初呢不满意拜登的呢是百分之五十一满意的呢是四九大概就是五十五十个一半啦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呢一边就倾向于百分之六十了一边呢就掉到了大概四十左右 等于是对拜登来说啊他的民调呢越来越低那这个民调里面有去稍微分析一下啊这个民调呢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一个的话呢跟疫情有关那你说疫情啊可能不见得直接跟拜登的呃政策作为有关了啊那只是说突然间暴增啊其实大家难免生活受影响这个部分 但是物价部分的话呢当然呃大家就认为说这个拜登的因应能力啊似乎有问题啊所以一个物价一个疫情让拜登的啊这个民调呢突然之间啊又往下滑所以啊这个拜登昨天呢呃紧急的发表了个声明啊他特别强调说呢政府已经尽量在做了而且呢会用尽啊他说我们已经动用了手边一切的工具呢来因应啊那呃他完全了解呃这些呃物价的飙涨啊这个影响 也讲到了啊大家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实质的压力但他强调啊绝对有能力啊度过这一次的挑战 OK好所以呢这是呃拜登昨天的相关的谈话啊讲到的就是针对这个物价啊那对台湾来说昨天啊这个我们看到因为过完年了嘛啊但是过完年的话呢迎接的就是呃缺带危机也还没有完全解除现在还抢卫生纸啊那所以呢我看今天的新闻讲到是我们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啊说要引擎 请这些餐饮业者呢要喝咖啡呃这是一个银行的做法银行喜欢就是我们的经管会选请请银行喝咖啡哦但是你说经济部长请餐饮业者喝咖啡餐饮业者在疫情期间是受创最深的你请他喝咖啡这个报道是说要请他们动涨啊都那么难过还叫人家动涨嗯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欢迎动涨哦但是对于餐饮业者来说呃这个是疫情的受灾户你还要叫他动涨就像 这个淡价一样机都扑杀的快光了然后呢你还说不准涨淡淡价哦就我们的政府除了动涨之外啊还有没有别的更更更更治治本的做法啊因为治标在就动涨啊那你不涨那那他的钱怎么赚呢除非政府要给他哦我想这个方法应该更灵活不是只能只会做啊这个 动涨啊叫人家不要涨价这件事情啊好那所以我想这个物价的问题是目前全球在今年度啊这个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了OK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除了澳门很快来看一下油价呃油价在昨天呢嗯一涨一跌啊这个在纽约部分的话呢是小涨百分之零点三说在每一桶呢八十九点八八块钱美金 伦敦布莱特原油下跌小跌了百分之零点二是在每一桶呢八十九十一点四一块钱美金啊OK好所以呢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呢原油库存意外下降之后啊这个导致的这个稍微的油价飙高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啊这个比较重要的疫情还有国际的财经消息那又到了礼拜五啊是我们战略大棋盘的时间通常则有重要的啊可以值得一段时间观察的这个 呃地缘政治的话题我们都会来礼拜五的时候呢做一个焦点的解析啊那今天当然可以想到想得到的就是呢今天持续还在国际当中发生的俄乌之间的情势啊那呃为了要去缓解俄乌的情势我们看到呢欧盟的各个国家啊呃的元首啦或者外交部长也拼命的非俄罗斯非乌克兰啊像是要选取的马克宏就是一个比方说呢英国的外交部长也也飞去了啊那现在德国的肖茲啊他可能人到美国的 他也派他的一些呃外交部长想要到这个俄俄国跟乌克兰啊那但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啊看起来似乎对乌克兰比较不友善因为北溪二号的关系嘛啊所以今天消息还说乌克兰说不欢迎你德国的外交部长来等等好所以呢这些消息我们在今天呃如果看直播的朋友呢就会知道了我们现在身边呢已经来了我们的来宾了啊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前政大的呃欧盟中心他是现在国呃佛光大学呃的兼任教授也是台湾的 台湾欧盟论坛的召集人总而言之啦他的呃专场好的关注点呢就在欧盟啊他是张台林教授哈喽老师早安主持人还有各位大家早嗯早安啊好那呃所以我们就呃这一段剩下一分钟哈哈哈只会用一分的先讲一下目前你觉得俄乌最近的情势我们先这样问好了啦问得最直接的你觉得会不会开打应该是不会不会因为现在正在这个外交穿梭嘛啊不管你刚刚主持人讲到你不管 喜欢不喜欢嗯但是这些的作为还是一个集体的呃的一种一种合纵连痕呃那么也是一些呃背后的一些努力了嗯就是为了避免战争那我觉得这方面来讲的话欧洲人是比较呃热心比较积极的嗯嗯就比较不主战就是了非常不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太太复杂侵扯到我想呃除了国际层面嗯内部啊还有他欧盟的整个啊欧盟的历史吧 七个都一样啊还有欧盟内部里面会员国里面有有也有各自的一些考量嗯所以有时候不是像我们一样好像就是看一些报报章的报道或怎么样其实我们必须要比较深入的或比较谨慎的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的话嗯嗯嗯就是他们的可能集体的意志反映出来是B站就是了对我们继续再回来好待会好我们就先讲目前恶务最新的状况跟你分析为什么 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欧洲内部的可能的呃分歧等等好啊现在直播还在继续对不对好结果是这样对请教授帮我往中间靠一点点好可以再坐过来一些些没有关系OK谢谢谢谢可以这样OK这样OK好我刚本来是对麦克风这样的距离很好对对对对我刚才想到的本来以为说是不是啊 我要戴口罩啊我要戴口罩我们现在是双重防护其实有这个板子之后照理说应该不用戴口罩才对 对对就像那个马克宏跟那个普丁的距离拉得很远对对对那个桌子都好长我昨天看到了就是呃就是这种有些就是呃小道的一些消息跟分析啊啊啊啊就就说普丁是坚持说远一点啊啊啊所以弄个很大很圆的长桌大家坐会远一点这样然后没有戴口罩啊啊对你看一般他们如果在记者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原来戴口罩记者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原来戴口罩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就脱掉了这样子啊啊就是为了还是一个比较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呃对事物的一个一个其实这也是一个沟通的艺术啦当然也是有疫情或也是一种一种公开你公开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他们一些细节啊他们在谈谈的时候或见面你看在在走的时候啊都是戴口罩的嗯可是他们当有记者会了或者说有公开对对对公开的他们就把口罩就人家马上都要拿下对但是你看也因此 就是那个像赖清德这次不是出访吗对宏多拉斯那个所以大家都演绎了哈哈宏多拉斯的总统也演绎然后贝里斯也演绎西班牙国王不是也演绎吗对所以大家为了观感不过这个问题也是蛮也是也是蛮不能说复杂又多元因为欧洲他们那些国家他采取的有些疫情的政策啊对对对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非欧洲他人家没有边境管制或者他们很早就已经好的是蛮回来了 好回到蓝薰时间啊那继续跟我们现场邀请到的这个欧盟专家啊他现在呢是台湾欧盟论坛的召集人他也是呢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的经验教授张台霖教授啊所以我们刚讲到了呃这个老师很快的就告诉我们他觉得现在不会打那不会打的原因是因为欧洲这个集体的不管是呃国家当中的一些呢纵横闭合的关系各有不同的主张或者说他们本身的一些呃有跟一二战历史都有 有关吗因为你看那个战火导致的这个蛋钻钻缘残壁整个欧洲花了多久的时间才站起来呃所以战争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尽可能能够避免就避免就是了应该这样子简单来讲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欧洲联盟嗯为什么会有欧洲联盟他就是要和平安全繁荣吗嗯那目的就是和平就是避免战争嗯因为他一二四大战以后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那么现在加现在已经27国冷战以后那么变成27国 那么不管会员国嗯那么不管会员国里面他们个别的一些的国家的恩怨但他们毕竟共同的目标嗯啊还是一个就是说的这个和平跟安全嗯那么最近在这个事情里面除了我们讲的那个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美中对立这种大的国际环境来看的话其实就乌克兰本身他本身就已经够复杂了嗯刚刚主持人有谈到他的历史文化嗯认同嗯 这都很重要就以前比如说东巴地区的这个战战战争一直一直到现在这个其实是核心点嗯因为所谓我们常谈到的明斯克的协定就是要停战可是都停不下来嗯但这个停不下来的背后就有很多国际政治的角力在啊在东西对不对因为东巴还有俄罗斯有亲俄的人嘛对那有西方的人嘛嗯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方又有两块我们叫做所谓的这个自治区嗯他也要想要独立嘛 嗯所以这两块就在那边拉扯跟乌克兰本身内部就在拉扯对那这里面在拉扯其实很多层面牵扯到文化认同刚主持人谈到历史文化这都比较就是这种有的有的人想要回归俄罗斯啊嗯嗯有的人他他也许不喜欢可是在某些城某些地区他那个算是乌克兰人可是他都是讲俄文对某些地区他是那个乌克兰就是俄罗斯人他是讲乌克兰文嗯所以他这里面有层层的 嗯这种文化历史对认同啊这种的一个问题好再拉到现在俄罗斯来讲的话现在我这几天有跟欧洲人接触一些嗯他们就是我刚讲欧洲人都是希望这个避战的嗯那他们现在觉得就是说除了呃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之外嗯嗯那他们也觉得俄罗斯最重要的就是说带给大家比较不安全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普丁现在的策略就是嗯两手能源跟军事武器嗯 因为只要一发动战争他们觉得那个普提纳嗯在能源上面是我们看到北溪北溪北溪他只要有一战争能源一定涨价嘛是啊俄罗斯经济就会赚钱啊另外一打仗他的俄罗斯我们知道他也是世界的这个军武的这个俄国家这不但是要那一条呃那一条北溪二号要通而且还希望用战争的方式让他价格飙涨啊所以欧洲人非常的呃这个这个忧虑所以才会然后剩下的就是说像美国说啊你在北在立陶 在普洛西亚三小国是不是要加一些北约防治这个俄罗斯啊嗯嗯嗯然后是不是又在这个呃甚至波兰啊啊啊罗马尼亚啊啊这些边就是边境叫叫去防他等等的那这些的关键就会牵扯到那么欧洲人他对于北约的这种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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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嗯欧洲人其实在目前就这个呃针对美国是不是要呃就是我们把乌克兰纳进去这种美其实欧洲人并没有共识啊对看来是 就是说呃因为虽然乌克兰说要加进北约态度很清楚但是目前欧盟的国家事实上是不是同意这件事情内部其实是有一些分析非常非常分析所以我们会才会才会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会看到说哎乌克兰是不是未来要芬兰化的意思嗯所以芬兰化的意思就是他要变中立这是普丁希望强力的呃要求了在就是我们普丁现在在外交折中里面我想问的就是说第一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说就这个事情来看 但目前在欧洲人的眼中普丁的态度是一个最大变数当然对不对这是一个但是呢呃如果说让普丁愿意放下可能动武不管是要去拉抬呃能源的价格去赚钱去去繁荣经济如果要让他这个观念打消他的条件其实就很清楚就是你只要让 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然后你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在呃这个所谓的呃北约东扩啦那条防线上你不要部署那么多的攻击性的武器 但是这两点呃可能同意吗不容易对但你刚刚有讲到说内部有分歧他们实际上有些人也不愿意让也不想让乌克兰那么快的加入北约因为万一万一乌俄罗斯路要攻击乌克兰等于是所有的北约成员在他们的这个协议当中就是要出来帮忙帮乌克兰打仗就是了所以没有人那么多愿意但是最主要的现在的欧洲人他们现在目前比如说呃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拜登的政策 他也是有疑虑的嗯对所以我刚刚讲到这是很很多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多层次这种交错的这种因素对但他的不愿意到什么程度会让他缓下来愿意缓下来因此符合俄罗斯的需求吗 欧洲人其实这也几个有一两个角度因为我们知道马克宏基本上也曾经批判过这个北约嗯欧洲人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跟这个俄罗斯则中嗯嗯嗯其实这是一个欧洲安全体系里面那么马克宏他这个还有德国都希望这样子是为什么希望这样可能大家还有一点还有可能不了解的 比如说我们讲感觉起来好像美国的一些人都就觉得呃好像要打或是很难避免嗯但是欧洲人觉得说为什么要打因为再讲一个简单的数字 俄罗斯的经贸关系跟欧洲人法国跟德国是最大的几乎都是百分之三十就是相相对比例嗯美国跟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利益只有五六怕很少的谢谢谢谢 所以像这些我刚讲的这种能源就俄罗斯的立场还有美国的立场那么对欧洲来讲他们都是比较犹豫的嗯因为欧洲还有除了经贸利益还有战略很多都我们谈到了就是 而且简单讲就是这种在纠葛就是在北约的家门口啊对美国来说是很遥远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在讲台海问题你的战场如果是在台湾海峡我们的态度跟日本的态度跟南韩的态度一定会跟美国的态度不一样啊这个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欧洲人为什么讲比较犹豫他说欧洲人讲说从川普开始到拜登嗯你们不是已经把这个战略的这个重点已经移到亚洲去了吗嗯哼那你现在又回来一直讲这个北约又在指责欧洲人这个那个所以欧洲人就觉得说你们不是这派川普以来一直叫我们欧洲的战略自主吗嗯哼啊国防的自主啊要多给钱啊嗯哼啊那我们现在正在做啊但正在做的时候你又一直就是针对这个俄罗斯 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这个作为哈乌克兰作为啊那么就是用比较我们讲的很积极性的或是军事性的在在做抵制嘛嗯那欧洲人比较不太愿意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这个外交责动就是说我们我们尽量还是要安全因为像欧洲的朋友也是告诉我们嗯没有安全啊其他都免谈了嗯所以一定要就是所谓的安全和平 那么没有到最后所以美欧其实差蛮多的我们修学带回来哦你刚才讲有有更更更更深入的分析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是从欧洲对对对对看法文报纸我看欧洲真的啊所以你都看法文报纸我都看法码啊而且我们做欧盟也是从法国很多的这个对啊资讯切进去对对所以你更多那种与心态上跟他们的那种而且我们常跟欧洲人接触政策上对对对对我们也跟欧洲人接触 其实你从表现出来在台面上你已经看得出来其实欧洲很多国家就是说在美国的主张之外他们希望有另外一个跟自己俄罗斯打交斗的方式所以从马克宏从英国派外外外外外长从德国其实萧茲很明显也是这样萧茲这次很明显是被逼得到美国去的我们举来讲我们前任一直谈这个德国新政府以后外交政策会改变啊怎么样北溪嗯我就在这边请教很多这个专家学者他有改变我当时讲是不会改变嗯 可是我们有时候一直讲说那个外交部长绿党啊又是讲的都伟大要如何反中啊什么这些啊那像呃其实比较谨慎的分析的话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吗你现在苏之我们如果验证下来的话是还是苏之当家嘛不是这个外交部长当家嘛但是看起来苏之在表面上有点不得不去迎合一点点美国那只是说在形式上迎合但是在态度上就还是维持他的一些有保留的态度就是说 就是了就是形式跟实质实质上面德国我相信他没有特别的改变嗯嗯就像欧洲人他跟他他讲到这个对中国的一个立场嗯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就很很是跟德跟中国跟俄罗斯都一样他们都很相当程度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对不对比起美国来说那他们心态上面有点点讨厌美国吗是这个意思吗你刚刚有讲对不对有讲说那你当初又又说印太重要 我们不重要对把我们边缘化现在突然之间又把我们拉进来欧洲人基本上最近这几个就就我们讲的为什么现在呃在欧洲媒体也可以看到觉得呃拜登目前好像是呃遭遇到很多的问题在国际问题上面外交政策上面从阿富汗开始对他现在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包括这个呃为什么现在马克宏在这个地方反正就是为焦点 因为他现在是轮值主席啦就我们讲的欧盟理事会的部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半年嗯嗯嗯再方面呢在我们知道去年九月的时候呢那么法国在这个所谓欧克斯这个战略上面好老师等我一下我们要回来我们再继续来分析好回到蓝薰时间啊我们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台湾欧盟论坛的召集人呢张台林教授他是有的欧洲专家来谈有关于目前恶物的状况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就是说其实呃因为台湾真的一直都比是比较是跟着美国走然后也比较熟悉美国的一些观点跟美国的一些舆论啦呃媒体啦等等的报道啊但是上欧盟的话呢态度跟美国看起来像是美国想要把他拉进同样一条阵线但事实上啊这个欧洲的态度呃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先前其实在讲到这个先说我们有特别提到提到这一点那只是说老师的关系非常的深入啊呃讲到的就是说甚至包括呢这个印太的 呃战略啊这个本来就以前都是美国跟北约比较好啦总而言之他现在呢这段时间就拼命的拉亚太的盟友嘛所以呢欧洲这样的看了以后突然间好像因为乌克兰关系又局期要逆转回去呃美国又回来这个积极参与说三道四虽然他们对拜登的呃印象跟期待比川普来的好很多但是呢刚刚老师在广告所以特别提到说其实拜登现在的状况也是问题重生哈因为他们最主要大家 大家就觉得从阿富汗这个撤军以后嗯美国在做的很多这种外交不管是包括就我们讲两岸印太还有在这个呃欧洲来讲的话甚至有很多的作为他都欧洲人并不相信的比如我刚刚讲有谈到那个法国总统马克宏他们现在他现在是因为他现在就呃很非常主动出击嗯做外交穿梭外交协商因为他是那个肩负那个欧盟那个理事会的主席轮值主席半年欧盟这个制度他是没半年没半年 嗯而且现在又碰到法国的大选他要选举四月份对所以他现在呃这个当然会比较积极搭个舞台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讲说他们现在呃不管美国谈很多的北约我我基本上我是呃相信欧盟他基本上对于美国这一点是比较呃犹豫的嗯为什么因为前一阵子这个呃去年九月我们才知道法国被这个美国英国澳洲就说搞了一季啊这欧客是嘛对对对对前建本来买他的把这个取消了这个澳洲对 所以法国整个事实上已经购买了已经在做已经在都在采购的作为还有一些互相合作都已经买然后被取消掉当时法国感觉到非常孤立的时候对人被背叛放鸽子对对但是欧盟当时第一时间并没有支持马克宏因为他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商业利益嘛对你赚那么多钱你的军武啊但是后来马克宏还有德国梅克他们就是说服这个欧盟说今天美国做这种这种所谓的呃强力这种独霸的这种的一个态度嗯来这个 翻转这些不管是商业合作或是军工合作的话有一天就会轮到你德国呀有一天会轮到你意大利嘛有一天会轮到你西班牙尤其是种大国嘛那你说东欧国家更不要讲你相信他吗所以同样的这个逻辑在欧盟实际上在这个对普丁这个乌克兰问题上面一样的发酵也就是说今天你美军打好就算你打了以后然后呢乌克兰怎样谁保护你保护吗嗯嗯嗯你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阿富汗又给你撤军了所以欧洲的逻辑它是这样子的 但是欧洲人认为说不可以这样子有这样子 smarter身为然后这么个反对对而且而且他们大家都觉得现在而且还是 他有一個階段互相覺得好像是在教牌的方式 我們講現在就是說他的教牌 教牌的中間大家做一種傳說 不過基本上最近的話 歐盟他對於美國是比較猶豫的 當然有些國家比如說像波蘭 中東歐國家當然可能跟歐盟的大國又不太一樣 但是他又牽扯到像波蘭跟德國 他又很微妙的文化歷史 剛剛談到不止烏克蘭歐洲本身 捷克希拉利這些跟德國這些 就是全共產國家 對跟全國甚至還包括二次大戰 被德國納粹這個蹂躏的這些國家 所以他們對他有些國家像這個 中歐國家當然是比較希望美國介入更多越好 讓他比較安全 尤其是對德國 但是他們在整個歐盟的發言的地位 可能就沒有我們剛講到 這個傳統的歐洲國家來的核心 對因為這個問題也是很少人在談 其實我們才常講說中歐國家 時常會講說親美又是突然怎麼反歐什麼的 其實結論他們不可能去反歐 因為像比如說波蘭來講 這麼作為波蘭中型大國 新的這個歐盟的會員國 他時常會說他現在也不太敢親美 為什麼因為他幾乎到目前為止 好幾千億的歐元的補助給波蘭 自從波蘭加入歐盟以後 你說誰給他補助 歐盟 歐盟都給這些國家非常多的補助 應該這樣子講好 我們有時候時常對歐盟不了解 其實這些歐盟他是一個激若 激若福清的那種的一個角度 歐元的希臘的歐元危機一樣的道理 譬如說大家會看不懂說 這個經濟那麼落後 為什麼你還要 梅克爾還要出手幫他 歐盟他的理念就是互相合作 所以波蘭這些中歐國家 什麼歐盟他們接受歐盟很多的援助 另外這樣大家可能比較不曉得 譬如說歐盟假如我們今天這個錢 有100塊的話大概差不多60塊65塊 是出自於德國法國意大利 西班牙這些大的重要國家 比利士還有北歐國家 是北歐拿的富裕國家 都是幾乎60塊是他們 歐洲中歐國家出的大概只有 很個位數的 分給這些什麼的南歐的 各種建設他們都有一個建設基金 所以那時候他們不斷的 要去紓困希臘的時候 事實上我看有些中歐國家 傳統的這個核心國家就有點反彈了 就覺得他們又懶散又幹嘛的 為什麼我們要去幫助他 所以說捷克像那個捷克還有波蘭新亞利 還沒有加入歐元 嗯嗯嗯 OK是歐盟但不是歐元 就是他沒有加入歐元 OK好 不過剛老師剛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事實上對於美國 這些歐洲國家有那種不同的層次 跟不同的領域有那種被背叛的那種擔憂 對 所以對他們不是那麼的信任 好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回到這個俄物的話題 他們即便想要有自己的方式 來跟俄羅斯應對 那得要去滿足普丁的 的野心嗎 或者是說他們跟普丁可以達到其他的共識 因為我看這個馬克宏丟出一大堆可能的解決方案 但是普丁看起來事後也沒有賣馬克宏的賬啊 他也突然搞一個什麼海軍演習之類的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會怎麼樣落幕 如果他不打的話 還會在有很多的這個架構裡面在協商 我們有忽略他其實好幾個協商架構 還有包括我們講除了敏斯克協議 反正俄烏自己也有在協商 也有協商 然後那個還有一個所謂的諾曼蒂模式協商 就是比如說烏克蘭俄羅斯還有法國德國 另外還有一個是那個歐洲安全組織 大家也比較知道 其實為什麼這一次穿梭有包括波蘭 跟那個都爸的總統有這樣子啊 再兩天 因為波蘭他是這個OSCE 就是歐洲安全組織的主席 主席輪子主席國 負責這些和平的這些協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有很多層次在裡面協商 那希望其實歐洲像馬克勇或德國 他最重要的努力就是希望先停戰 就是說你大家不要動 希望普丁不要再有一些軍事的這種演習 或是動作 那可以讓歐克蘭暫緩加入北約嗎 有沒有為什麼要停戰 對於要協商 所以所以因為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話 這裡面牽扯到的 你現在你現在因為美國也不可能就不可能 普丁基本上是不接受口頭承諾 他希望要有些白紙黑紙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芬蘭話的意思 但是現在美國或是歐盟 他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那歐盟只能夠 我覺得馬克勇他們在談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可以跟普丁講說 到目前為止 不管美國怎麼想 美國主導北約 但是北約還是有法國 德國歐洲歐洲的盟邦 我們暫時不會去談這個問題 OK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暫時不去談這個問題 那你也不要金舉妄動 大家和平 我認為應該是最大的是 那所以普丁是不是會買賬 普丁當然就講的 我現在提了 繼續來觀察了 好 謝謝老師 好 我們反正到時候 如果有進一步的狀況 我們再請老師 我以為今天要談法國 所以我還把法國政府與政治 我們更近一點的時候我們來談 因為今天俄烏突然之間 這個演習的狀況變多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好吧 好